好 主播各位觀眾 趕快帶您關心最新消息 國民黨成立了 中央選戰策略匯報 名單引發黨內不滿 新北市長侯友宜就發文質疑了 也跟國民黨主席朱立倫電話來溝通 而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爭議太大了 今天國民黨的秘書長黃建廷 就出面道歉 並且宣布終止選策會的運作 一起來聽他怎麼說 即日起黨中央的選策會 終止運作 主席說了選策會本來 就是要來解決問題 而不是製造問題 所以發展到今天這樣的狀況 我們認為 我們應該要先終止選策會的運作 再聽到了黃建廷 是強調了要回歸原有的黨內機制 就是由黨內幕僚機構 做出候選人的提名建議 送到中央提名委員會來通過 不過這個選策會 才說出來沒多久 沒想到這麼快就終止 也讓很多人覺得相當詫異 以上是線長最近情形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